在家里怎么养好太阳花呢 大家好 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太阳花应该怎么养 这种植物迎着太阳开放非常的好看 花朵缤纷鲜艳 花色极多 花期又长 许多花友都很喜欢养一盆 很多新手第一种第一次养的植物可能就是它了 但许多人养着养着就出现 比如说黄叶 黑叶 浪根 死苗 很多花友没有养到半年一年就死掉了 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死苗或者没有养好的现象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太阳花的习性所导致的 所以在这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关于太阳花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 大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太阳花的盆栽 那么来讲一下太阳花的第一个习性 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洗阳光的植物呢 还是一个比较洗阴耐阴的植物呢 我告诉大家 它是典型的洗阳植物 既不耐阴也不洗阴 太阳花这个植物是不能在室内养的 如果在室内缺乏光照 这个植物它是不开花的 懂了吗 只有在光照充足的情况下 这个太阳花它才开花多 而且它不怕晒 太阳越晒 它开花会越多 所以充足的光照是养好太阳花的首要前提 好的 接着我们讲太阳花第二个习性 就是太阳花的浇水技巧 那我们家庭养太阳花应该如何给它正确的浇水呢 其实太阳花是比较洗水 耐钢焊能力也非常强的一种植物 如果长期不浇水呢 它也能够存活下来 不容易干死 那如果缺水的话 它开花会少 所以你多浇点水它开花多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注意 太阳花非常怕接水浪根 所以它既洗水也怕水 那我们怎么正确浇水呢 我教大家哈 我们浇水前你最好用手啊 提前摸一下这个太阳花的土 如果感觉土壤是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非常潮湿 就不要浇水了 因为它有水 你还大量浇水很容易浪根的 那什么时候需要浇水呢 当我们用手摸到土壤 发现土壤是非常干燥的状态 如果是这种状态呢 你就可以放心的给它浇水 明白吗 你采用这种方法 你的太阳花就永远不会积水浪根 因为每次浇水前你都摸了土 确保缺水才浇水 这样就符合它的习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太阳花 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的技巧 那太阳花喜欢什么样的土呢 其实这个植物是不挑土的 什么土都能种 你路边挖的田园土 泥巴土也能种 家庭高端的营养土 它也能种 都可以种太阳花 所以它非常好养 就在这里 说完土壤 再来讲一下换盆的问题 太阳花这个植物啊 在南方啊 你可以换花盆 北方就不需要了 因为北方花有啊 冬天它会全部凋谢枯萎死苗 然后呢 收集种子 开春再播种就行了 但南方的太阳花啊 它可以做多年生的栽培 第二年还可以活 所以南方的花友 你可以每养一年 就给它换大一号的花盆 这样呢 你每年太阳花就会越开越多 越开越茂盛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 太阳花对透气性的要求啊 那太阳花呢 整个植物对透气性要求 都是不高的 它的抗逆性比较强 所以我们家庭养太阳花 你哪怕养到像封闭阳台啊 只要能保证光照充足 通风差一点都能养 明白吗 所以这个植物种 总体上是很好养的 但如果您是封闭养护 我们最好啊 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每次给太阳花浇完水之后啊 最好要开窗通风 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花盆内的接水 蒸发的就快 不容易出现蒙根浪根的问题 那接着我们再来讲一下 太阳花的施肥技巧 养太阳花不施肥也可以养 因为它的抗瓶级的能力很强 没有肥料 只要光照充足 它也能生长开花 但是呢 如果我们想让太阳花啊 开花的量更多 开的花更大更鲜艳 那么呢 我们需要醋花肥 来让它开花更多 那施什么醋花肥呢 我们可以使用磷酸二氢钾 磷酸二氢钾是一种高磷元素的肥料 磷元素含量高 就能诱导植物的花芽风化 让植物开花更多 施肥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然后呢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像这样 装好水之后 取一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的磷酸二氢钾啊 撒入1000毫升清水中 然后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溶解好之后啊 我们在太阳花的生长季节 每隔10天 给它浇灌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太阳花 生长动力会增加 未来开花的量 就会大大增多了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太阳花的过冬技巧 那北方花有啊 冬天呢 你要收获种子 一定要等这个种子啊 完全枯萎掉 这样呢 你才能收获 因为枯萎掉 它外皮枯萎掉之后 这个种子才成熟 你的发芽率才高 那北方 那南方花有呢 你的太阳花 是可以在户外露天过冬的 然后过冬的时候呢 它的叶片会枯萎 你可以选择把所有的太阳花 全部叶片全部剪掉 把它剪成平头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积累了营养 这样开春之后 它重新会萌芽 就会长得更加的壮实 这是南方花有的过冬技巧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太阳花课程的 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 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 再见了